我希望他可以在地方拍我 他就帮你凹一下 其实我跟他凹了很久 他都很忙 你自己都很忙 OK 你会有机会的 像你这么难得的模特 相信很多摄影师 都会很想跟你合作 实际上我想问一下 我帮摄影师们问一下 你想尝试的风格是 接下来你希望可以尝试 哪一种类型的摄影 让这些摄影师们 我可以拍这种 然后就来找你这样 我想常是那种 很优越 然后很哭的 很伤心的那种 就是很崩溃 很崩溃的那种 就是不要笑了 就不要再笑了 就笑得很累啊 累了 对 然后就每天看到照片 都比较嘴笑的 然后想要比较伤心一点的 可能有故事性的 故事性的 因为故事性的照片 比较会有趣一点 会比较有趣 然后会比较有感觉 所以是要比较有情绪 伤心难过 先是连你一点 那你会介意这个 你知道有时候女生 不是每个女生哭都漂亮吗 有些可以有那种重摇式一滴 不然有些大哭 整个妆了 所以也无关都挤在一起了 你可以担心 我不会担心 美不美 对 就对着那个效果出来 是真的好的 这你也是不太记 形象的那个 有 好 摄影师们回去计划一下 想一想一个故事 然后写个伯格子 有什么故事这样子 然后跟男朋友怎么样 失恋 然后加了什么全家悲剧 这样给你 并想串摩一下 看你有没有喜欢的一个小剧本 或者是故事这样子 去给爱人的香 对啊 因为其实我最近都拍戏 所以我比较希望把那种演戏的那种演绎 放在那个摄影 摄影作品上 对 OK 那你觉得演戏跟摄影之间 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 可以在哪一个方面可以帮助 就是可能说你之前做model 做了两年 然后到演戏这样子 这个过程中有没有 就是让你觉得可以增长的地方 有啊 其实因为我演戏 就比较放 然后我最近我拍的外拍 我都会更放 因为我就把它当作本来演戏 会就是 不会说好像一直 收摄什么这样子 就是比较放 然后就好像当作演一堂戏 他说你现在的表情 你就是要很夸张 还是你要很开心 我现在要很夸张 我现在要一边 因为我现在要一边